这些孩子发育真的早 对啊 这个西方人的孩子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强调 印度印度 就是因为他发育的早 我们这个孩子晚 他从无论从骨架 骨骼的发育程度 还有他包括他的体重 跟对手要比的话 肯定会有一点吃亏 老时候一撞呢 各方面究竟能够 这个硬度是够不够的 这都没法说 你看这一后场的一些失误 我儿子1013又11 最近还发育场地大小 和我迷信 就已经抱耳朵 这应该是13的是吧 但是14也有这样的身体 不是说 不是说没有这样的身体 这个慢动作 这是停球不合理 对吧 这是我说的 你停球打开身体 你才往内线停 内线有两个人 对手两个人在这个区域 那这就 很危险 一脚 你看他这个转的这下 他向前没有 他向前没有 然后这个 就这一个压力 他并没有看到 他身后的压力 对吧 一转就回了 给中方位 然后再往上开 小九号实际上是一个前场球员 刚才不知道怎么出现在后场 所以刚才他这个操作呢 就是影响到球队 找中风第一次出球 刚才谁说那26号第一次出球 59岁了 一机防守需要传控调动 拉开空灯 中方位提 这是我之前经常会提到的 类似于这样的跑位 咱们再看了 在国内比赛中 很少看到这样的跑位 一般来说 我们就俩 中方位回来 不是给左边就给右边 对吧 很容易就容易盯死了 你中方位上提 你的中场一个人下来 去接 就这么一个换位 有时候空间就有了 接球的这个机会就出来了 当然他那个比较慢 然后又犹豫了 所以呢 但是那意思是有 这是有训练痕迹的 刚才他这次移动 最后还这么提 哇 产球都很果断 其实我总觉得 大家别纠结 这究竟是一三的一四 就是这个西方人的身 这个发育 肯定要比 咱们这要稍微快 反正他这个写的是优势 优势 应该是一三 但是呢 西方那边我听说是 他会混着吗 他是两个年 混到一个组 究竟有多少个一三 有多少个一四 那就不知道 下了好狠 这比赛就是在 大概一周前吧 或者两周 二零二二一二 一二 不对 一二也不是 有十 我们老纠结 这孩子到底是多大 这个 这个赛季是二二二三 对 二二二三 对 九岁 所以你说他是 一三的还是一四的 有的孩子已经九岁了 那一四 对吧 那一三的呢 就是 还是得承认 会有很大的差距 就身体方面会有很大差距 咱们都不说别的 就身体方面 包括跑动的能力 往返的这个能力 往返的冲刺的能力 所以我每次分析的时候 不是我在给咱们国内的青春在挑毛病 也不是在有意识去黑哪个队 或者说某一个球员 我再给你们 说出到时候 如果说 如果要是没有机会踢的话 但是你也会碰到比你强的对手 那到时候你这些问题呢 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可能就会成为一个 你看他这个六号的移动 这个九岁孩子啊 能不能出现这种 你看他这几个点都已经钉死了 对吧 全站死了 接球的 这个在观察 后面呢 也有一个点 但是 他们这几个人身后的空间是有的 那接下来有一个孩子 就从这个镜头以外的地方 跑到了这个区域来 这叫什么呢 这叫在这个区域里面增加一个接应点 过来这球还到了 正好到了 然后你看为什么他跟他这十号没有反应 或者反应慢 因为这个六号是从十号盲区上来的 就这么一小跑 这个决策就有了 他没转出去 回了 我们梯队每周六又十一又十二同一个场地比赛好的 对我们也都是这样 我儿子 我家一四的孩子去年六月份有两次训练是跟一二的对抗 去年六月份 当时缺人 他跟一三的一个孩子 一三的一个 加上一四的一个去跟一二的去打一次对抗 然后也都还 当时还可以 不是踢不了 但是确实你说这样是用身体的话就比较难了 这个赛季也是跟一三的训练 然后包括跟一三的比赛 你看他红队这几个小个儿还是挺快的 脚下 这小九号 零九的小江和现在一次遇到的完全不一样 零九的小江和现在一次遇到的完全不一样 你说当时把拉马西亚 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九号 哎呦这发力可以 没脱手 看这十号的这个门前包抄这下 等脱手 也都很刀子 西班牙他这联赛呢 第一年路段用的门呢 实际上是九人制的门 很大 这个门 他也是鼓励进球 包括球员在打门的时候呢 你要用特小的门 稍等我去接一个 不是那个开门 对 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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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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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